我们就看到一个国际新闻就是 斐济的总理说 我拒绝中国的邀请 我不知道中国 不去中国的理由是 我摔倒了 我头上都有一个OK棒 我要好好的修养 那我觉得这个花边新闻 你说不 这件事情 天大地大 因为这件事情代表着 中国跟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决战 已经分出胜负 如果连斐济都倒向美国 如果连斐济都要参加美国为主的 护国军刀的这个演习 针对建制中国 你说南太平洋 已经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没错 上中美之间在南太平洋互相争夺 那2019年的时候 这个中国挖了我们的吉里巴士 跟索罗美之后 美国就决定要回房 美国回房之后 那我也来挖你 那美国挖了很重要一个指标国家 就是斐济 斐济也重要 因为斐济是很早就跟中国建交 1975年就已经跟中国建交 最早背离台湾的 而且它的面积也比较大 那在这个地方 也算是比较重量级的国家之一 就那样斐济 他们还跟这个中国签的 包括说像互相往来的 很多条约 甚至免签等等 很多条约 结果没想到斐济 这次因为中国要举办 这个成都的这个世大运 他要邀请说 那你斐济领导人 来帮我们这个蓬蓬厂这样子 结果没想到斐济领导人就说 我不去 因为我受伤了 受伤了 很严重吗 对 那他就说 这道理很严重 因为他要取信于人家 他就说你看 他就跟观众说你看 我这个衬衫里面有血迹 然后头上还有绷带 你说礼带旁边 那个是血迹 然后他说我现在在受伤 对 额头上面有个绷带 他说我这样 所以我没办法履行 那因为医生说 我周五要更换绷带 所以我必须通知中国 说我没办法进行这个旅行 所以我就没办法过去了 胖姐你知道 这看起来就真的是太 太故意了吗 你这个绷带有需要医生去换吗 等一下 因为我摔倒了 我摔倒我头上有个绷带 我头上的绷带要换 换绷带 不能去中国 就他这样讲之后 中国马上就在推特方面 就说我们中国方面 对这个南部卡总理 表达说你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如果你没办法访问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次邀请你过来 你说中国还很低调 所以人家都给你洗面 人家都给你软钉子 他讲说我是滑手机 滑手机的时候不小心撞到门 撞到门以后我上面有个洞 上面有个洞 破了以后我就弄一个OK棒 OK棒医生叫我说我不可以 因为我礼拜五要换OK棒 对 宝洁这一听也知道是借口 但是没想到中国还是很低调 说没关系我们理解 但是我下次还是邀请你过来 而且还给他诚句问候 对 那知道事实上为什么 中国从今年开始 他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南部卡 他其实一开始 他今年1月上任的时候 他就已经对外说了 我们过去跟中国的交好 我要重新检讨 他是反中的 对 他重新检讨 所以你看4月的时候 当时的中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 马朝旭他访问完之后 他就到那个地方去了 他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他又跟他见面 跟南部卡见面 就南部卡见面就说 我这个亲属过世 所以我没办法接见你 所以你就跟我们的副总理见面吧 所以这张照片来说的话 是这个马朝旭呢 他跟这个斐记的这个副总理见面 没有南部卡 所以南部卡已经是第二次碰阮丁 上次怎么亲属过世 那个有必要这样子吗 你可以跟他见面 他是不是不见 另外这一次又是说 我看手机摔倒 然后看手机撞到头 然后我要换绷带 所以那是斐记呢 很大的几率 他大概已经会 可能跟这个中国的关系 会慢慢淡化 他会导向澳洲跟美国 这一边的这个阵营 而且你说这个地方重要的是 因为这个地方是南太平洋 第一个他的土地面积比较大 第二是 他是一个有钱的国家 代表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 那实际上为什么 就是对中国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到世大运来说 他们有原本邀请的 包括说像印尼总统 然后这个毛利塔尼亚的总统 还有布隆蒂的总统 还有包括说盖亚纳的总理 还有这个乔治亚的总理 还有斐记 就原本有六名 就六名来说 结果这次这个他不去了 就只要五名 所以等于是白名 是美国在后面 要给他塞人 而且美国现在为什么 我们说现在美国 真的用非常多力 你在这个时候 美国有两位高官 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奥斯汀 奥斯汀在7月26号 到巴牛访问 然后另外一个是谁 另外一个是布林肯 布林肯7月26号 他在东加 他跟这个东加的 这个首相见面 虽然美国的两大巨头 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 同时在这个地方 你就知道他们真的是 卯足全力 要把这个南太这些地方 重新再把过去中国的影子 把一个给拔除掉 你知道他南太反而是 他们双方在这边 剑拔弩伤的一个地方 而且刚才讲 我们之前这边有一个国家 叫东加王国 东加王国现在也被挖过去了 现在美国也跟东加王国 是 对 没错 那他这次这个奥斯汀 跟巴牛见面 就签了非常多的安全协议 另外东加 东加前一阵子 不是火山爆发的时候 美国有这个派军舰去 中国又派军舰去 就中国他们现在 其实是完全让中国碰个软钉子 那尤其很重要是什么 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不是要在进行联合军演吗 护国军刀 护国军刀的军演里面来说 你看这是斐济的 这个纽西兰的军队 他们其实在斐济 做这个联合军演 所以这是 演习的场域在斐济 对 纽西兰的部队 进到这个斐济 跟他们做联合军演的这个状况 你看这就是斐济的这个军官 而且斐济军官来说 他们讲 因为他们长期过去 为什么他会同心导向美国这边 因为扭澳在这边的影响力非常大 特别是斐济的很多训练的部队 都是由澳洲纽西兰帮他训练的 所以这是斐济的这个指挥官 他讲的英文 如果你仔细听 他讲英文是澳洲枪 所以不只这样 他们很多野外征服者的装甲车 也是澳洲给他们的 所以这是澳洲的军官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他们特别送到了俄乌战场 给乌克兰使用的 结果现在这个他也拿来训练斐机 就帮他们训练他们的部队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 他们这个还在东加 因为诺乌这个地方来说 因为他们当地有出现卫报弹 那卫报弹来说 结果他通知澳洲军队说 麻烦你来帮我们处理一下 那澳洲军队就飞到这个诺乌之后 帮他们处理这边 所以我在讲 是没有错 中国想要深入 但是这个地方 纽澳布局太深 你要这个介入 的确难度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情形 而且刚刚讲的 这一次护国军刀里面 最特别是南太平洋里有两个国家 进到这边 你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护国军刀 就是见识中国 他们已经不怕跟中国交恶 没错 护胜军刀这次里面来说 除了这些主要的国家 美澳这些国家之外 在南太主要有三个国家 一个是斐济 一个是东加 一个是巴牛 是三个国家 那这三个国家 他们一起参加 那一起参加的时候 其实保军刀他们这一次的演练 是有十天左右的演练 而且他们用的是统一的装备 他们装备是统一装备 这个譬如说像 这个显示你位置的手表 然后互相联系的这些装备 这装备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一起同步的指挥 那同步指挥的话 你就知道说他们应该战法 或是目标是同一个的嘛 那我们都知道说 他们战法目标是剑子谁 我们不是前几天说吗 他们怎么都把武器 摆在中国周边 那显然他们的护胜军刀 就是针对中国而去的这个演练嘛 所以我现在猜猜演细是 你不是枪 炮 弹药 这些通讯装备你是配备 你的手表也是配备 而且这个手表 这个配备 刚刚讲比较特别 他可以了解你每个人的位置 你就是已经不是说 我现在你的飞机在哪里 你的大炮在哪里 你的装甲在哪里 单兵在哪里 我都知道 所以他们就是说 等于装备还有单兵 都谈点非常清楚 要协同作战的意思嘛 那他们能够互相沟通 所以你知道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次美军也在护身军 因为这次的演练范围是非常广 而且国家非常多 他们这次在这个 所谓的护身军那里面 他们就用这些装备 保健 看这个装备 这装备不是耳机 它其实是一个小型的侦测器 然后它给它打开之后 就粘在这个军人的身上 军人的身上 军人的身上之后 它就可以怎么样 保健 它就可以不断地 测量你的温度 然后这个体温 心跳等等 还有这些地方 为什么 因为这次演练的地方是比较热 别人就说万一你中暑 那怎么办 那你知道这个讯号可以怎么样吗 它可以连接所有澳大 因为他们这次演练的地方 在澳洲北边 所以连接所有的这个卫生服务 就是这个人在什么地方 我用这个人 赶快过去给他这个治疗 所以事实上这一次的 这个整个护身军刀的演练来说的话 是相当的扎实 而且剑止中国的意味 是相当相当浓厚 这边 刚才讲的 美国现在主导很多的军演 军演都剑止中国 那当然台湾现在 也搞了一个汉光演习 汉光演习当然是我们自己做 没有 你说我们汉光演习 演习的科目 演习的时间 还有今天美国这个 介入的程度都耐人寻味 所以你就看到 今年的汉光39号演习 他们派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陆军 第三作战区的这个相关的部队 包括陆航601旅 还有这个我们陆军的步兵206旅 这些单位呢 分别扮演蓝军跟红军 搭配我们两腰炮子部的 这个航空营 那这些单位呢 他就在这个桃园国际机场 让老美在眼皮底下 看着说我们怎么去演练 如果一旦台海战事发生 就像画面上看到的 带着红色钢盔的 就是模拟红军 他们要近战我们的桃园机场 把我们这些重要的民用设施 给占领了 那你怎么办 探惯了我们的所有 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的枢纽 你说这个反空降的响地 是老美在旁边看着 在老美在旁边看 所以以前都没有跑过 以前都没有实施过 在国际机场 机场反空降 对 以前有 顶多清泉钢 我以前采访军事演习的时候 就在清泉钢 最长距的就是清泉钢 清泉钢有军机啊 要不然就是台南机场 就是军民两用机场 是花莲台东 第一次在桃园国际机场 这是老美的坚持 那所以交通部还有国防部 也花了一段时间 在那边研究 因为避免影响了 这个航班起降的太频繁 所以大概昨天演习 影响八架航班次左右 所以美国就想知道说 在桃园国际机场 这样一个频繁的运输的 航空枢纽 如果机场被老共夺去的话 你怎么夺 你怎么抢回来 所以我们就用军警的 这个综合的军警力的发挥 就像你看那红色的 这个涂装是黑直升机 他把它故意弄成老共的颜色 那说如果有 这个特种部队来渗入 渗透到这个桃园机场 你要最短的时间内 昨天演练半个小时 想办法在里面 他把这个机场的设施破坏 还有纵火 然后让你瘫痪了一下 赶快把它抢回来 抓住那个主导权 让机场恢复能够运作 这当然着远于美方 他要撤侨 那桃园机场对他来说 就很重要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 国门的这个位置 你看到没有 一连串的这个画面 消防抢险救灾 然后这个驱逐了 这些红色的敌军之后 然后把他们全部 一个一个这个击毙 你之前已经讲过 我们现在国防部 有公布了几个的红色沙滩 我们讲从戴水河口 巴黎台北港 一直到了桃园的保守所 今天我上岸地方 我若坚从桃园一上岸 我如果从后面 我拿下了桃园机场 或者我拿下了松山机场 我就合围了 是 刚刚讲的 就是一个解放军 他们可能要进行 环形的战术包围空间 从桃园的这个 几个海滩 一直到新北市的巴黎海滩 然后最重要的 如果你再搭配了 空机这样的这个机场 夺下来的话 你这个就会变成 口袋战术里面 把桃园和这个到北台湾 大台北地区 变成一个破口了 因为对美军来讲 如果我先是中国 我今天是解放军 我最想拿哪里 当然是桃园机场 桃园加上台北 那更好了 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丢 所以老美才要看 我们的这个反应怎么样 而在昨天的演练 特别一提的是 警察 因为那边有航警局 是航警驻守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也看到这个 这个PT小组 警方也在那边 那航警单位也在那边 PT小组也动 对 所以 当然反计叫了 这个朝演场中 朝演场中 被这个军事记者 这是一个资深的军事迷 一个刘文啸大哥 他是兵器战术图解 周刊的负责人 他就特别拍到了这个警察 他说警察阵亡了 因为他是描述这个警察 镇守在这个点 被这个红军渗透之后呢 然后把他给这个击毙了 然后还说这个 他上面的这个防弹背心 恐怕是警用的 不是军用的规格 所以讲到防弹背心 跟他的这个抗弹板 这两天一直在吵 军方一直讲 我没有问题 我这核续规格 今天连王定宇 连赵天龄都跳出来 是你民进党 自己都跳出来说 你这个是警用规格 不是军用规格 不只这样一个问题 最近不是这两天 基隆的这个弹药库爆炸 连那个止血带 都被人家拿出来讲 说你那个弹药库爆炸的时候 竟然是用自己买的止血带 不是国军配发的止血带 这个是这个激进党的 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吴辛贷他有爆料 那他说 现在止血带 是不是都没拿去做 这个高装检来用的 当然国防部后来 就跳出来讲 他说他是从那个 伤患的这个 战场上的那个 伤患处理 战伤处理 TCCC 他所看到 用止血带是对的 但是似乎那个止血带 是他们自己买的 而不是 那个现场单位配发的 是不是 那些东西都拿去高装检 就像我们以前讲的 东西好看的 好用的 要给长官看 放在那边 不要这个舍不能拿来用 以前我们军众的文化这样 但这边也不是说 要帮国防部讲话 而是国防部有强调说 对 他买的止血带 可能是他们自己买的 可是呢 那个止血带 因为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 分年采购到2025年 这个基隆弹药库 这个爆炸的这个单位 他还没有获得配发 所以说止血带 他们现在也在准备 但是他们都有战场的 这个急救包 所以告诉大家 保护国军的生命残常安全 除了这个抗淡板的问题 现在止血带 也引起大家重视